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拍一下我们这个公寓的空门楼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的logo 使用这个公寓的 bereit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准备的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然后雾油很大 还是给大家拍一下 我这个宿舍的露台 它连接着就两栋楼 这边就是空洞楼 露台上还有这样休息的地方 这是洗衣房 我觉得这个走廊还蛮漂亮的 每一层它代表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一层刚好就是橙色 我们现在来到了五楼的这个露台 看一看 你看这一层代表的颜色是绿色 总之呢这个公寓的公共空间还是很丰富很大的 如果想运动啊 想担担心 然后想学习 在这个公寓里都是可以实现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房间的布局 这边是小厨房 这边是书桌 进门处的这一扇门 打开就是温生间 另外一边 这里就是我的床和小飘窗 进门是包架 放了很多 我在各个博物馆 美术馆和景点 买到的帆布包 学校的帆布包 这是安迪沃霍尔的 这边也是我买的一个文创产品 起门出版社的海报 我觉得放在门口特别合适 因为它刚好叫Rumofus Owen 是乌尔夫的一本书的封面 这个是一路的一路消毒 我现在每次回家都会去搬一盆 稍微放一些我的袜子 而且这双袜子也很好玩 它是那个图书馆的文创产品 我去London Pride的时候 买的小旗子跟花环 这个是暖气 很温热 这个呢是我的一个神器 就是一个奶奶推车 购物的时候是要方便 里面买太多东西 没办法自己拎回来 这边 这个板子 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它既能起来一个装饰的作用 一些文创产品 可以贴在上面 然后呢 我也可以在上面 写一些 就是备忘的内容 这个板子是在Argos买的 叫做Pinboard 这个板子旁边 就是我的卫生间了 总体是干湿分离的卫生间 它上面的空间还是很窄的 所以非索性 它有一个禁柜 然后这个是浴室 这个浴室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空间非常的足够 我在里面都还可以左右动 可以控制自己冲水的位置 我曾经那个浴室 联盘就不能动 然后呢 这个空间还非常不够 以至于我都得沿着洗澡 非常的惨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买的 大家在Argos 或者是浴室 或者是浴室 都可以买到类似的产品 不知道你们的浴室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它门上只配备了一个 这样一个小小的把手 然后可能因为下面这个水槽 有点老化 所以每次洗完澡 这样拔都很难拔开 我后来就自己买了一个 也是这种吸盘式的把手 这样就非常容易就能够弄开了 比它原来的这个要好又很多 没看到 从这边看 就能看见它是吸盘式的 其实如果为了美观 你可以买两个 在这边也放一个 洗澡出来 一块防滑垫非常的有必要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在卖出来的时候摔倒 床台下面放了小垃圾桶 洗衣蓝 还有吸尘器 如果你跟我的宿舍一样是地毯 而不是木地板的话 我就建议大家 还是自己买一个吸尘器 当然找前提借也可以 我自己觉得比较麻烦 这样的话 打扫起来就会干净很多 这个房间 墙面的装饰 都是我自己四处寻找 然后装饰起来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 它白色的部分太多 如果没有点颜色的话 会显得很没有生气 像这个就是直接在亚马逊搜 抢面装饰搜到的 这些就都是在一些 卖家具用品的地方 搜Ttower 淘来的一些茶巾 这个地方的话 我常常会换 最近呢是这样一个玫瑰主题 这边是我自己买的一个小书柜 搜Desk Serves就可以有 在亚马逊上买的 香薰蜡烛 这个是莫奈的一幅画 也是我去看展的时候买的明信片 这是书桌区 这个插板是很重要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插更多的东西 过来的话一定要带充足的转换插头 而且我还把这个插板固定在了 用双面胶固定在我的桌子上 这样就不会因为扯到充电线 而把这个带倒了 这个放iPad的工具也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是made in China 但都是可以在亚马逊上买到的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幸福感 下面有三个抽屉 买到了厨房区 微波炉 水槽 你们还放着我没有洗的碗 这边也是我自己买的挂钩 这个也是我自己买的 这个是宜家的 宜家的这个就是你自己买个竿子 然后我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些钩子 你就可以比较自由的放一些你的餐具 这样你在用这个电子炉炒菜的时候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拿下来 然后它沥水也就比较快速 另外这个小篮子也是宜家的 这个东西真的我太爱这个设计了 它就是吸在墙上 这样你把它弄下来的时候 也颇有太多的痕迹 这边是吐司机 我自己买的 电盘包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中超买的蒸笼 这个很漂亮的热水壶 是一个同学卖给我的二手 很可爱吧 这个厨房用纸 还是圣诞主题 热水壶也是朋友给我的 他回国之前 给大家看一看 另一个圣诞节的东西 这可是个网红产品 是马莎的甜酒 看 它亮亮的是不是很漂亮 厨房上层下层都有一定的储物空间 方向下面就是冰箱 一个小小的冰箱 上面是冷冻区 我觉得一个人住勉强还是够了吧 厨房一过来 这一扇门背后就是我的衣柜 这个衣柜大体就是这样两层 设计勉勉强强算合理吧 我主要就是挂了我的一些外套和大衣 挂所有的衣服一定是挂不下的 我觉得其实它最好 应该下面再设计一层 这样可以放鞋 因为门上有一面大镜子 我觉得还算比较实用吧 床下的这个抽屉和床尾的这两个柜子 我也有放一些衣服 这样的话衣入就算是勉强够放了 在这个床垫的下面 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就在床头那个位置 我的大箱子是放在里面的 把床垫掀起来之后 在这个下面 我就不抬起来了 我一个人太难弄了 这个床是double size 也就是应该是国家的1米5左右吧 听起来不是特别宽 但是在英国它已经算是相当宽的床了 很多宿舍配备的都是single size 也就是估计跟大学宿舍差不多 也就是1米1米2这个样子 其实我的枕头吧 这个枕头 它不是专门给人看我的 它是一个孕妇枕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夹着一个枕头睡觉 就专门买了一个孕妇枕 确实很好用 推荐给大家 这边是moji的扩香机 其实我现在好像把它当成夜灯再用了 有一个大电视 可以看一看youtube什么的 电视上面的书架 我真是引以为好 因为放了我的很多收集的小物件 非常能反映这个房间主人的品味 去年冬天的时候特别沉迷于拼额糕 所以我就拼了这三个 还有包括上面那个 海波特的城堡 也是我去年冬天的时候拼的 然后这边是 也是阴差阳错吧 就是收集来的这种 人物主题的橡皮鸭 我一开始是买了福尔摩斯的这个 我去福尔摩斯国务馆的时候买的 后来就发现各大景点都卖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就陆续收集了 莎士比亚的 狄根斯的 和英国女王的 这小熊是毕业熊 你看它还有UCN的标志 虽然我还没有正式毕业 但我买了一只小熊做纪念 后面这块路牌 是我仿照Saint-Crossway旁边的一个公园的路牌做的 我去网上搜London Strait Sign 然后刚好有定做的 于是我就做了一块 因为希望我能够记住住在那个地方非常美好的时光 我是打算带回家的 这一块是属于哈利波特的一个小角落 霍罗斯城堡 后面有赫敏的魔杖 火点地图 这边就是我自己拼的圣诞树 它一开始是一棵光秃秃的树 上面的这个球球是我自己买了之后装饰上去的 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是这个 它写我的名字 是我去年的时候在New Look这家店买衣服的时候 它有一个活动 就是会送你一个小球球 那我帮你写名字 这个是我去年去谢菲尔德的查茨沃斯庄园的时候买的 这个庄园是傲慢与偏见电影的取景地 所以它有一个彭博利庄园主题的圣诞球 我每天躺在这里的时候 看完这棵树 看看电视 还有我的收藏们 都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个房子总体上来说 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比如说它的噪音问题有点严重 是因为它正对面就是一个建筑工地 我今天早上都是被它们装修的声音吵醒的 其次呢就是 Shortage是一个 算是酒吧比较多的地区 然后住人也比较温暖 所以呢 我有时候会闻到大麻的味道 我觉得很寻人 这些都是我觉得不可忽略的缺点 但是呢总体来讲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 它的整个环境的条件都不错 也算是对得起我给它花这么多钱吧 如果说有什么建议的话 就是当然第一是 你要用心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房子 第二就是 如果你住在哪里 都希望你能够认真的生活 给你的房间增添一些自己的气息 这样你住起来 和你住一个样板房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住的这个宿舍 是我最用心打扮的一个宿舍 我住在里面的每一天 看着我自己布置的样子 我都很有成就感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Room Tour 拜拜